她沉默是因为太多不合理的理由 她选择了沉默 这令人心痛 因为我想她现在一定过得很辛苦 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这一刻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现在后悔四年前的决定吗 25岁入行前三年 她几乎就是一个透明的小存在 什么戏她都拍 只要有机会上镜 她什么角色都演 所有的配角她都演 印象最深的是猪妖记 几秒钟的镜头 和一群人一起欢快的跳舞唱歌 屏幕上你笑得那么美 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心 再次见到肖战 我们也想对她说 你真的很好 我们愿意陪你度过这温暖 沉洁爱自由的生活 不用再在黑暗中行走 因为你是最耀眼的存在 肖战一个不折不扣的九五后 她从一位默默无名的演员 逐渐展露头角 成为了自媒体创 引起前往瞩目 但是她的成功来之不易 狼殿下这部古装新剧 肖战在其中扮演男主角 一直在球队中扮演着重调的角色 在高空高强度的拍摄时 她受到了伤害 虽然肖战饰演的角色 机中形象有些尴尬 盘头垢面 胡子拉长 但她的武功非常强 眼神中流露出的力量和魄力 也非常惊人 可以说肖战在这部剧中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 这部剧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肖战也逐渐被粉丝们所关注 她的才华和努力终于被大家发现 尽管早在以前她就已经默默跟隐 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可 肖战得到了瞩目之后 粉丝的力量开始爆发 他们组织了各种创作活动 为肖战制作海报 MV等等 肖战也积极参与社交媒体互动 与粉丝们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展现了她朴实无华的一面 然而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成功与争议往往并存 肖战的成名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在传播 然而她选择了沉默 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品质 肖战的成功不仅仅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 更是粉丝的力量与支持的结果 粉丝们为她奋不顾身 用自己的行动为她打造了良好的形象 他们的热情和努力 使肖战得以迅速崛起 成为了当红的自媒体创 在这个过程中 肖战始终保持真实 没有被虚荣和功力所门闭 她坚持自己的信念 用实际行动回报粉丝对她的支持 这一切都源自于她内心的坚守和不放弃的精神 不负好年华绽放耀眼的光芒 肖战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 面对质疑和非议 她选择了沉默 用实际行动回应 在这个喧嚣的娱乐圈中 她用真诚和努力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无论是四年前的无名小辈 还是如今的自媒体创 肖战都没有放弃 一直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她的努力和坚持 给我们传递了一种正能量 激励我们追求梦想 不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 无论是在荧幕上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肖战都是一个光芒肆意的存在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展现了自己的耀眼光芒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我们都应该关注并支持她 因为肖战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欣赏 终究客观的看待事物是最重要的 不要被一时的分频所影响 而忽视了一个人真正的才华和努力 肖战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绽放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